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上對 我點評到你 永遠看不膩 各位 你們玩傳說對決的時候 會不會在暑假很容易遇到屁孩呢 那皇帝我把屁孩分成了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呢 就是超級嘴屁孩 他看到你就會瘋狂的嗆你 皇帝你好爛 皇帝你好遜 皇帝你爛得跟駝屎一樣 這個叫做嘴丘型屁孩 那第二種屁孩呢 就是閃燈型屁孩 你一打不好 他就瘋狂閃你燈 叮叮叮叮叮 叮的整個地圖 吵到要命 所以我們統稱第二種屁孩 叫做閃燈屁孩 那第一種是嘴丘型屁孩 第二種是閃燈屁孩 第三種我覺得是最靠北的 他是諷刺型屁孩 他會在那邊說 你好強喔 我的偶像 你真的很厲害 其實他是在諷刺你 那我們今天這場遇到的呢 就是這個諷刺型屁孩 那無論是什麼樣的屁孩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博得別人的注意 各位去想想 他們為什麼要用這種詞彙 用這種講話方式 讓別人看到他 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 沒有溫暖嘛 在現實生活中 不會被注意到嘛 所以在網路上 透過這種言論 平常在現實生活中 不敢使用的這種言論 用這種方式 來博得別人的注意 那可以看到我們二樓卡芬妮 說不敢嘴炮了 等等怕被告 反正就在諷刺我 那也沒有關係 畢竟嘛 我就是紅 所以才會被嘴 才會被注意到 我們站的角度不一樣 我們看待事情的態度也不一樣 他站在一樓 我站在三樓 他罵我靠北我聽得到嘛 但是我一旦站到十樓 他對我說靠北啊 雞巴 你這個垃圾 等等罵我的話 在我聽來 就只不過是狗在叫而已 所以各位 高度不一樣 你看待事情的心態 就會不一樣 但是我先講啊 我一點都不討厭這個卡芬妮 因為我覺得 諷刺我的人太多了 每個人都要去討厭去計較 那也真的是蠻累的 那我們進到遊戲畫面這邊 那我們這一局是 夜叉對上夜娜 我覺得只要會玩的夜娜 我們夜叉都不會很好 比較好打 如果到後期的話 當然是夜叉比較好打 前中期的話 如果是很強的夜娜的話 我們很難打贏 這裡夜娜率先出招 沒有想到我們的薩尼 一個閃推啊 把這夜娜控制下來 我們配合著薩尼 拿到了夜娜的手殺 拿完手殺之後 我們薩尼就撤退 沒有想到對手的古木跟圖倫 直接黏著我來啊 我瞬移腳完之後 又被古木往回推 那這邊薩尼一個屌控兩隻 不過這裡圖倫為了殺我們啊 疊好被動之後 瞬移過來 直接被他被動給電死 那各位玩夜叉的話 一定要注意 夜叉已經是玩半壇 你不可能完全攻擊夜叉 會戰是抗不住的 那像這一場 對面有這個企羅跟圖倫嘛 兩隻算是高爆發的魔攻角色 那我們這場一定就是要出仙靈 所以我們出完魔防鞋子之後 再來就是上龍骨劍 龍骨劍上完之後就上仙靈 這樣子是最保險的 那像這邊我們把夜娜關著 我比較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打輸 我覺得這裡我的接招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我們也有確實把這夜娜給綁住 可能就是角色集體上的差異吧 前期我們就真的比較難打一點 那這裡薩尼也是非常可惜 如果這裡薩尼有瞬移的話 就可以把這夜娜給收掉了 那這邊我選擇來跟這薩尼 一起把對手的兵線給斷掉 因為這邊夜娜基本上是被我們徹底壓制 而且對面的打野 也沒有靠上的趨勢 那我們斷完兵線之後呢 藉由兵線的壓力 我們就可以來塔殺這個夜娜 而且我跟薩尼這兩隻角色要塔殺敵人 真的是太容易了 二技能看下去 直接貼到夜娜旁邊 找準時機大招給夜娜綁起來 邊打他 小精靈把這個夜娜給打死 對於夜叉這隻英雄來說 小精靈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可以說是為了夜叉這個角色而生的魔紋 你知道嗎 那這場的裝備就像我說的 魔方鞋 龍骨劍 然後仙靈 然後第四件裝 我會出我的信仰 雷電級 接著出一個藍盾 最後補上一個復活甲 這一整場的裝備已經在我腦袋中想好了 各位 這裡我們依照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還有牛頓的蘋果理論 我們在這邊蹲 一定可以殺到對手的夜娜 再加上1加1的數學加法 還有幼稚園學的啵啵啵啵 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徹底抓到這個夜娜 經濟我們多年的經驗 直接把這夜娜抓到手 好不好各位 果然阿 達爾文的進化論才是最棒的 那我們開啟我們的二技能 趕往中路的戰場 因為感覺中路快要打起來了 這邊對手的古墓 我們也照樣給他勾過來 直接大招綁住打 為什麼要綁古墓 因為我覺得把古墓秒掉之後 全隊會更好打 有看到嗎 其實古墓前期是沒有這麼硬的啦 我們把他綁起來打 也算是一個打法 那這裡我們的薩尼 直接進塔下來 把對面的射手給推出來 可惜我們的射手來的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一波團戰他沒有參與到 如果有參與到的話 這一波團戰應該可以直接 把這個中路的外塔給拔掉 這裡我來跟各位講一下夜叉的小小技巧 你一技能勾到敵人之後大招直接按下去 一定會命中敵人 而且是百分百命中喔 我們這邊看到薩尼敘事待發 直接一個閃推兩隻啊 我們這邊直接一個大招配瞬移 貼到薩尼旁邊 搭配我們的小精靈 把對手的圖倫給射死 有看到嗎 小精靈就是如此的好用 那像這一波對手中路死的兩隻 我們就一定要把上塔給拔掉 節奏都是這樣子帶的 中路打完一波對手死掉 我們就趕快配合隊友 來把上路的塔 或者是下路的塔給拔掉 像下路已經卡芬妮在帶線 我們就把上路給帶掉 下路就交給卡芬妮 那我們一把上路推完之後 兵線會進去嘛 對手一定要守塔 這個時候我們再轉線轉到中路 來配合隊友 看能不能夠再拆塔 那下路這座塔兵線進來了 但是卡芬妮沒有點塔 他顧著要打架 所以這邊就比較可惜 我們就來幫他拆塔也沒有關係 像他這樣的觀念我覺得就比較不好 應該要以推塔為悠閒 因為畢竟是推塔遊戲嘛 他剛下路兵線進來 他可以先把塔給推掉 不過他沒有這麼做 他選擇的是去殺人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因為我們有把塔給推掉 無論如何塔推掉就是好事 但是如果剛剛那一波 對手把塔給守住了呢 然後我覺得這一波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當然嘛 我們被對手諷刺 不是被對手 我們被隊友諷刺 我們也要諷刺回來啊 這邊我就打說 好羨慕躺芬的感覺喔 當然不是這卡芬妮打的爛 人家只是在說我們的輔助啦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沒有想到這卡芬妮 馬上就停下來要打字了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都喜歡刺激別人 但是經不起自己被刺激 更何況我是在說我們輔助 因為我跟我們輔助雙排 那這個時候的卡芬妮戰績是110啊 所以他真的是在躺分 他自己可能也是心虛了 那他打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知道他自己對號入座 那我也不想再跟他多做爭辯 因為畢竟跟這種人講話 他最後肯定會心態炸裂 然後在那邊可能鬧要掛機啊 等等之類的 那我也不想要這樣的狀況發生 因為從頭到尾我也沒有到討厭他過 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 你要玩好夜叉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必須眼明手快 什麼說呢 可以看到對手的緊在調皮嗎 大招瞬移貼上去 直接二技能拉開 往後拉 有沒有看到 接著交給隊友 你在後面幫忙補一下輸出 或者是幫忙補一個一技能的控場 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波是關鍵開戰 有看到嗎 我們這一波開下去 基本上對手都直接被我們給打爆 他們直接被我們給打穿 那我們卡芬妮現在才過來嘛 他基本上每一波會戰 他都是比較閃閃來遲的感覺 那這邊這句話就是對卡芬妮講的啦 太躺了吧 對不對 我也不希望說別人躺我分啦 因為畢竟皇帝我躺別人分 我就會被開副本嘛 我就會變說皇帝好爛嘛 那現在這一場輪到我凱瑞了 我應該可以講個兩句不為過吧 然後這邊這個布萊特就說 是在靠 然後接著又說了一句 對不起 我真的是看不懂他在打什麼 然後他這邊又接著說我罵射手 那我再猜啦 這個射手跟這個打野 他們兩個應該是雙排 因為我們這邊是三排嘛 沒意外的話他們就是個雙排 那這邊我也說了 我是說輔助 哎呀人家是說輔助 不要這樣擔心啦 又不是說你們 那我還是要來教一下各位正常的出裝 正常的出裝夜叉是不會出雷電級的 那雷電級我是在第四件裝備出嘛 那如果依照對手這一場的陣容來說 我們第一件裝出魔防鞋 第二件裝就是出這個龍骨劍 第三件我們就上魔防 就是這個仙靈 這個順序是沒錯的 但是第四件裝呢 皇帝我就應該要出這個拘魂 出完拘魂之後呢 我們再來出藍盾 接著復活甲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出裝 那到後期這卡芬妮已經非常的肥了 他隨便射都有人頭 因為前中期 皇帝我把他扛住了好不好 這卡芬妮才有後期可以玩嘛 所以說這個卡芬妮一定KDA會比我還要高 就是他的評分一定比我還要高 這也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起到關鍵作用就好了各位 我們的瞬移只要在十秒 我們就可以再秀一波 因為皇帝我覺得 我的這個大閃啊 真的是非常的帥 我每次只要玩夜叉 我都可以一個經典 或者是關鍵大閃 那像這裡中路又打起來了 卡芬妮真的很肥 他現在隨便射兩槍都有人頭嘛 我們先把下注塔給拆掉 我們還是打一個保險牌 我是為了贏又不是為了人頭對不對 那這邊看到對手的錦在那邊調皮 我們直接大閃過去 綁住對手的錦之後 拉過來讓隊友去收掉 那我們這邊死掉也沒有關係 配合隊友直接把這一波給贏下來 為了大局著想的男人 各位 這麼有大愛的人 你們還不幫影片按讚 訂閱我打開小鈴鐺嗎 這麼有大愛的人 真的世界上很少見的欸 各位有發現我們每一波的會戰 都是靠我的大閃金戰開戰我們才贏的嗎 不過我們也因為最後一波 為了開這一波會戰死掉 所以我們的評分 一定會比這卡芬妮還要低 我們還拿了一個銀牌戰士的稱號 9.9的評分不算低吧 那沒有想到這個卡芬妮啊 他是10 然後這個羅爾他也是10 我變成全隊第四名 真的很可惜 我應該要拿超高評分的 可惡 為了大局設想的男人 真的是太偉大了 那這裡呢 我就想要邀請剛剛這兩個 就是雙排的朋友一起進來聊聊天 那沒有想到 這個卡芬妮 他的頭像 竟然是一個超級超級正的妹子 應該說 是我的菜啦 他這個頭像完全是我的菜 我敢保證這個人絕對不是本人 要嘛網圖 要嘛就是他帳號借給別人擋 你看這個圖 這麼可愛 怎麼可能會罵人呢 對不對 好啦 就像我說的 其實我也不討厭他 就只是想要把他邀進來聊聊天而已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啦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點一點 也別忘記追蹤我的IG 還有關注我的蝦皮賣場 謝謝大家 我是黃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我們下個星星 的星星 我們下個星星 看我們下個星星 對我們下個星星 下次再見